跟前面一样,去载这张图 那这张图呢,是哪一张图? 它会随着Possession 会先0,1,2,总共有6张,所以0到5 它这个Possession会去变动,OK 那我要从哪边去取得呢? 从这个阵列,有没有? 这个阵列里面呢,我可以去取得一张一张的值 那从哪边取得呢?从那个Possession 所以把这个整数的Possession,把这个值丢过来 那它就会帮我怎样?产生0到5的这个小说图 OK,那这个时候的话,你就return什么? return一个IV就可以了 就把这个IV,有没有? 我见的这个小图,return回去就可以 那你把它save 不过,这个时候呢,如果你把它执行起来的话 还会有几个问题发生 那等下,后面的话 你就最后再把这个adapter set 给这个greview set 给greview就可以了 那这个时候的话呢,我们来看一下 基本上呢,这个小说图 会一个一个把它放进来 这小说图 看一下 会需要几个 第一个这个,长度 第二个的话呢,是这一个 那再来的话,它有Possession之后的话 还需要几个 告诉它几个讯息 IV点 set 它的scale 它的缩放的方式,有没有? 前面有讲过就是按右键,可以缩放 那这里的话呢,你可以找一个那个 set i image scale set 它的iv里面的set 它的scale sca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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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ype 那它的缩放的大小也要给它一下 缩放大小 那缩放大小的尺寸 如果你不知道怎么缩放的话 其实在这里面也有image 这个里面有相关的说明 你可以把它点开来 那就有相关的缩放的比例 那我们用这个好了 scale fit center 那把这个fit center的参数 放在这中间来 给它 直接放进来 然后这边加个点 这个fit center ok 那这样子的话呢 把它执行起来 我看,基本上这个地方就可以看到 这个小说图会出来 那不过呢,它的排列大小 我要怎么去排列 这个底下呢 还要告诉它说 你排列的方法 要 放在这个set里面 set 在这个 你的layout的摆放的方式 所以这里的话呢 还要给它一个版型 你的输放方式 还有版型 那版型 因为我在greview里面做 所以这里的话 特别注意 就是要再打一个这个greview 在greview里面 点 那这边注意 这个set 把这个参数放进来 那这边就要new一个版型 要让它动态的产生一个版型 所以这前面要再加一个new new一个什么greview的版型 后面再加一个瓜糊 瓜糊的话呢 指的就是说 你的缩放我大概80 宽大概80 高大概60好了 这样的话 就完成我们的缩放比例 那也就是你要 那建了这个basedadapter 之后的话 然后呢 我们分别new一个imageview 然后它哪一张小说图 会从0到5 帮我建小说图 缩放的方式呢 是至中 缩放的大小是80x60 那做完之后的话呢 我们就可以产生小说图 最后的话 记得就是说 再给它一个什么呢 set 就是说呢 在greview里面 set adapter的时候呢 再告诉它说 我的adapter在这里 所以其实 比较麻烦一点 就是说 我们没有办法一下子放进去 必须先建一个adapter给它 OK 这里的话 这个地方做完之后呢 把它执行起来 它就类似像这样子 有没有 这个地方的话 就show 那基本上就是说 我们刚刚做的动作呢 基本上就是说 我现在还没有放进来 我先在旁边先把一个一个小说图 循序的先什么 先建好 建好之后的话 这个建到哪里呢 建到adapter 然后再把它丢进去 丢进去的这个动作呢 实际上就是在哪边完成的呢 就是在后面这一行